对于外星人这个神秘话题 一直以来全世界都是众说纷纭 外星人到底长着什么模样 近日一组照片似乎揭开了他们的神秘面纱 照片曝光者的身份有些特殊 他叫博伊德·布虚曼 生前是美国著名航空航天制造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工程师 并有着在南内华达州 美国空军基地51区的工作经历 而这里一直盛传着关于外星人的传说 今年8月 博伊德·布虚曼在临终前接受了一次采访 他在镜头前展示了一组照片 声称这是外星人的真实样貌 在采访中 布虚曼还介绍说 这些外星人花了45年的时间 乘坐一个直径大约12米的UFO 从一个外星球来到地球 之后有18个外星人留在了美国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布虚曼还透露 外星人也有阵营之分 一些外星人与人类关系融洽 而另外一些就不是如此了 新浪新闻视频为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